人体最佳洗澡,睡觉时间表,太全了,快收藏 观看数,3550人所谓最佳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去做什么事情最恰当,最有利于健康 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都有一个最佳时间,你知道吗? 因为这时,口腔的细菌开始分解食物残渣,其产生的酸性物质易腐蚀,溶解牙幼质,使牙齿受到损害 饮茶养生的最佳时间是用餐一小时后,不少人喜欢饭后马上饮热茶,这是很不科学的 因为茶叶中的柔酸殼与食物中的铁结合成不溶性的铁盐,干扰人体对铁的吸收,时间异常可诱发贫血 牛奶含有丰富的钙,中老年人睡觉前饮用,可补偿夜间血带的低落状态而保护骨骼 同时,牛奶有催眠作用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是饭前一小时 因为水果数生时,吃生时后再吃熟时,体内白细胞就不会增多,有利于保护人体免疫系统 上午八时至十时和下午四时至七时,是晒太阳养生的最佳时间 此时日光以有益的紫外线A光束为主,可使人体产生维生素D,从而增强人体免疫系统的抗劳和防止骨质疏松的能力,并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病率 皮肤的新陈代谢在24点至次日凌晨6点最为旺盛 因此晚上睡前使用护肤品进行美容护肤效果最佳 能起到促进新陈代谢和保护皮肤健康的效果 饭后45分钟至60分钟,以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散步20分钟,热量消耗最大,最有利于减肥 如果在饭后两小时后再散步,效果会更好 每天晚上睡觉前来一个温水浴,摄氏35度到摄氏45度 能使全身的肌肉,关节松弛,前一循环加快,帮助你安然入睡 午睡最好从13点开始,这时人体感觉已下降,很容易入睡 晚上则以22点至23点上床为佳 因为人的深睡时间在24点至次日凌晨3点 而人在睡后一个半小时即进入深睡状态 傍晚锻炼最为有益 原因是,人类的体力发挥或身体的适应能力 均以下午或接近黄昏时氛围最佳 此时,人的味觉、视觉、听觉等感觉最敏感 全身协调能力最强,尤其是心率与血压都较平稳 最适宜锻炼 一点,人体进入浅睡阶段,一醒 此时头脑较清楚,熬夜者想睡反而睡不着 两点,绝大多数器官处于一天中工作最慢的状态 肝脏却在紧张工作,生血气为人体排毒 七点,人体免疫力最强 吃完早饭,营养逐渐被人体吸收 九点,适合打针、手术、做体检等 此时人体气血活跃,大脑皮层兴奋,痛感降低 10点到11点,属于人体的第一个黄金时段 心脏充分发挥其功能,精力充沛,不会感到疲劳 12点到13点,是最佳子午觉时间 不宜疲劳作战,最好躺着休息半小时至一小时 14点,反应迟钝 亦有昏昏欲睡之感,人体阴机能力降低 17点,工作效率达到午后时间的最高值 也是宜进行体育锻炼 17点摆培 2033点,工作形成今天 2033点,工作 Objection 2033点,工作支撑 2035点,工作前 mau 2033点 工作天 тем 둘,从刚才能没听说 2033点,工作坏 2033点,工作 있으内容 2034点,工作坏 2037点人完全上点